迪欣儿子又救了!李昌宇现身解密托最关键证据,他喊话孙安佐,美国反而会欢迎你。 图片来源,TVBS新闻。 根据EC Today新光云报道,吴宗献才刚喊话请李昌宇博士出面帮帮忙,没想到李昌宇真的出面了。 他表示敌人儿子绝对有申诉空间,只要掌握关键的脱罪证据。 美国权威律师邱章认为孙安佐势必会被驱逐出境,退却这二种结果,但李昌宇则有不同看法。 图片来源,今日新闻。 李昌宇博士直言此案的关键点在于没有拥枪,必须找经验老道的律师,才能顺利脱身。 他了解孙安佐整个被捕过程后,觉得虽然警方在他房间搜到许多子弹及十字弓,搅手工具。 但关键是孙安佐并没有拥有枪支,所以在囤积军火和泛满嫌疑上仍有空间申诉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。 他接着解释囤积军火这个词,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与移民部门经常会使用到的专有名词,且属于比较严重的措辞。 但只要小心谨慎,把细节一一厘清,其实仍有机会替自己打赢一仗。 在美国很多小孩会乱讲话,甚至透过网络查询枪支资讯,是否有罪的判断基准则是有没有拥枪。 孙安佐拥有子弹是事实,但是他没有枪支,子弹要有枪才能打人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 目前孙安佐直接被警方判定犯案机会大,应该是因为在逮捕孙安佐后,出事的文件有意致孙安佐囤积军火,有意购买枪支。 所以才极有可能会被判判,由于美国枪击案贫传,因此在这一部分也会相当严苛。 他认为以美国目前人人自危的状况来看,孙安佐很有可能会被遣返回台。 未来如果要入境美国也会因为刘友前科被拒绝,不过李承宇对孙安佐喊话。 希望他可以把此事当作经验,好好在台湾念书,若是日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,美国反而会欢迎请他过去的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来看看,李承宇晚CDR,影片。